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李满林在山西黑道声明确起 因为开阻纠纷被绑的小弟子李满林 与当时太原黑道另一号人物四毛任爱军开战 全副武装的双方马仔在大官员等地火拼 长枪短刀轮番上阵 死伤数人 其后十余年为的一方 但李满林在归案后被判处提醒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 辽宁黑道的头发交易 这还不是刘勇 尽管自八十年代刘勇就开始为非作戴称霸一方 但在上各世纪末 刘勇与另一位黑道老大李俊年发生争执 双发展开枪战火拼 其后将对方赶出了当地江湖 此时的刘勇通过不法手段 已拥有二十六家公司 资产达七亿之多 甚至敢大胆扬眼 晚上一个电话 我就可以让毛某到家里来 但沈阳没有办不成的事 这位曾经嚣张跋扈的大佬 最后的结局也是正义的审判 历史上在九十年代末开始崛起 被称为广东十余年来火力 最凶猛的武智坚制毒贩毒黑帮也已被剿灭 这个金字塔式结构了庞大黑帮 以武智坚位在头大哥 制毒贩毒并且规模化 武装化 在八年前的劳动节 注定天不藏先结局是武智坚伏法 当时除了毒品还缴获了很多军火 二十一世纪初 中原黑道又一位所谓的黑帮大佬伏法 河南黑道大哥 郑州市黑道掌舵人宋刘根 在历史上自九十年代起 就带领指挥团伙一百六十余人 作案二百余起 致百余人伤残身负十余条命案 通过在市场的侨取好夺 攫取了超过两亿元的黑金 与此还勾结毒贩与黑道同行 因为争夺地盘大打出售 最终得到的也是应有的惩罚 在历史上 其实最想说的是黑帮的黑不可怕 正义的总会到来 可怕的是黑帮滋生的土壤 究竟为何 历史上的江湖 早已不再是成人童话式的热血江湖 背后的波兰诡诀 是世道人心的人性汇坐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